林辉英说,喜欢一座城,愿意在这座城里待着,是因这座城里的那个人,一路走来,我已走过很多地方的城,常常不自觉地变爱上那座城,或许是因那一道道生动的风景,此生,不愿辜负约获的风景,流走的光阴,何曾又愿意辜负每一个遇见的人,花开了呀,空气里流动着芬芳的浪漫和诗意, 日子如清泉般一天天流淌而去,整日里只闻花香,不言悲喜,在蔷薇,月季,玫瑰等花的花香中穿行,恍若自己便是那个一昧偏然,水秀青阳,岔子烟红看遍的角色轻衣,轻浮花枝,叮叮叮唱着似水流年,小镜旁,一株高大的环树槐花,已跳落一地,环香又已落在不往的风里, 有了一树一树的山楂花开,粗粗白色小花在斑面叶子的高枝上,像星星一样闪着银白的光亮,为我们收来一封封岁月的信仙,夏天繁花锦簇,痴情坏意,多朵接年华,玉金香,五段这些高雅尊贵的花朵,丁香,蒲公英,墓序,四叶草,五二朵,及一些不知名的花草, 每一朵花因为只能开一次,便毫无保留地献上它们的心香和欢颜,在季节的交替上,花草是最让人怜惜的,夏夜的风里,斜招清新温润而静美的气息,飘着少女般的幽香,让我亲生无限柔情,一直喜欢夏天的味道,觉得夏天最硬是那懵懂的人间烟火,就硬盛开在这个季节,繁花深处,再等待一场未了的花式, 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慈禁花瓷树,无论那美丽的芳华,曾有谁来相看,将繁花相松的日子已是不远了,虽是季节更迭,不过是我们的又一段缘分的结束,春光一世,人生无常,皆是姻缘轮回的复命,即便是面对那轻易把人抛的韶花,相入尘埃,钟英感恩曾经历过最美的一程,每一次遭遇花季, 当第一朵花离枝,我就开始有了怀念和回忆的情愫,五月里的纪念,有人欢喜着灿烂,有人忧伤着凋零,跨向次第,远离的日子,关于花月香的文字,依旧让我们有一半感念藏于心底, 熏香的五月,无论相来还是相适,都是岁月清浅的流痕,在一个人的内心慢慢熏攒,成为纯然的本质,有了来自灵魂的香气,清风悠远一生,光阴流转,人生就是一场修行, 就似玉城花开花落的旅程,遇见,离开,中途,有人会到这儿,也有人会一直陪你到终点,浅浅时光,在一间文字的末章中尽心之外,安定已然,让很多的人忘却红尘就是,处处皆有慈悲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